今天歡迎 民進黨改革新規劇的歡迎 三十十九點一 長官有提到說這個長照政策 他還是繼續拚命 然後說現在部長政內 如果做得好的話 就回來後年後年被監察院糾正 然後還說每次五代就是六度之末 你應該要固定 會不會覺得他拚錯對象 對象應該是可惜的 對 我想他應該要把這個邏輯 把它弄清楚 然後第二個也要弄清楚 那時候監察院糾正 第一個這裡面這個問題就一直存在 就是長照的失能的分析 跟我們身心障礙裡面是不是失能 身心障礙裡面重大傷病 是用傷病的概念在分析 那我們長照的分析用失能 當然發覺要說 你有生病你不見得會失能 所以這兩方面在雙方的學者裡面 一直多所討論 衛生福利部在上面 今天還是一樣在兩個裡面 希望把它的連擊做好來 讓更多的人受到照顧 所以這裡面並不是說沒有照顧好 是以前指的 這是說以前有一些做傷病分類的 為什麼沒有落在我們的失能等級之內 我想蔣委員應該會了解的事情 不是看了一個報告 內容都沒有看 我想像在當地法委員就有一點失職 因為他畢竟他還是要質詢 相對的衛福部要該怎麼樣來做 至於剛才講的邏輯很清楚 台北現在在六都裡面相對的 他的一個長照不管是他含帶率或是他固件率都稍微落後 但我在中央裡面我們推動的滿意度是93% 那減輕人民負擔達到97%的人也都覺得有感 但台北他有相對的困難 台北相對的困難是他地很貴 所以要建置相關的一些長照的機構 他有相當的困難 總會體諒 但是呢我對於長照的需求是相當的了解 未來我上任會跟大家一起來解決這問題 昨天柯市長有說 陳時中部長那邊是副總市政 然後說講他在立法院丁樂平兩年是文子丁牛長 他問你怎麼樣 我想柯市長就要下任 那把他最後幾個月的事情做好 就能夠表示他有盡責 那現在大家對於陳時柯然會多所知疑 那我想他也應該有適當的回憶 因為我們打球頭的那個技術要傳承 沒有跟我們這裡就結束了 我看日本人的技術都有保存 我們這個打球頭 以前在這裡對社會的貢獻 我們每次兩萬幾間都要用這個技術去做黑爐 這樣寶貝 霐益 谢谢大家